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猎王记下》第23章 《猎王记下》第23章总共有37节 这一章所讲的是历史上文明的 南国犹大的王约西亚所发动的621大革新 这里所讲的621是指主前的621年 我们先把圣经分一下段落 第一段是1到3节 约西亚王带领犹大百姓与神立约 第二段是4到28节 约西亚王所发动的621大革新 第三段是29节到33节 约西亚王死 约哈斯做犹大王 第四段是34节到37节 约亚静做犹大王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17节到18节 25节到26节 圣经这样说 约西亚问说 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 那城里的人回答说 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 预先说王 现在向伯特利潭所行的事 这就是他的墓碑 约西亚说 由他吧 不要挪移他的骇骨 他们就不动他的骇骨 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 那先知的骇骨 在约西亚以前 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地 归向耶和华 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 在他以后 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 然而耶和华向犹大 所发猛烈的怒气 仍不止息 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昨天在我们读 猎王记下第二十二章时 我们看见了 神又赐给南国犹大 一个好王 约西亚 约西亚执政于 马拿西和雅门 带给南国犹大的乱世之后 但约西亚王十分可贵的是 当他听到 自己的书记沙藩 给他读了 在圣殿当中所发现的 那本约书 又从女先知 护洛大那里 知道了南国犹大 未来的命运 约西亚王向着神的心 依然不变 他仍然打算 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有所作为 而不是消极的等候着 有一天可以平安的 入坟墓的结果 所以在主前六百二十一年 他就在南国犹大 开展了一系列的 大规模的改革 这些改革 主要是信仰 宗教方面的 约西亚向着神的心 天地可见 由于有本章的第三节 所以就带来了 第二十五节对他的评价 所以我们在读本章时 请特别注意第三节和第二十五节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三节 约西亚带领犹大百姓 于神立约 约西亚王发动主前的 六百二十一年大革新的第一步 是带领当时的犹大百姓 于神立约 第一节告诉我们 王就拆遣了人 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 这些长老都是民中的领袖 他们会成为全国民众的代表 因为在第二节当中所说的 所有的百姓 都是指着民中的代表 而不意味着是全国的人民 因为他们不可能 从各地离开家 全部都出席 耶路撒冷的立约典礼 第二节还包括了 祭司 先知和众民 可以想象当时场面的声势浩大 整个的行动都以王为主导 所以我们注意第一节到第三节 经文中提到 王拆遣人招聚 王和众人一同上到神的殿 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 念给他们听 王站在柱旁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所以这里的经文的描写 就显示了约西亚王做事的真诚和主动 我们在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描写 我们在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描写时 约西亚王所呈现出的姿态 非常像从前的摩西 大家可以参考 出埃及记的24章3到8节 另外还有 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 大家可以参考 约书亚记8章的34节到35节 还有的是 像《猎王记》下11章的14节和17节 南国的犹大王约阿斯 这里所说的被宣读出来的约书 一定应该不是摩西五经的全部 而应该是生命纪的核心部分 据我们今天猜 应该就是那些因顺服神而得祝福 或是因违背神而受惩罚的经文部分 大家可以参考 《生命纪》27章17节到28章的68节 圣经当中描述 约西亚王站在 向来王所站的圣殿的柱旁 那柱 也就是圣殿里面的波阿斯和雅金那两根柱 这柱乃是代表着神赐给他君王的权柄 约西亚王带领百姓 一是与神立约 然后君王又和百姓立约 立约的重点在于 要坚守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 与神在西乃山上所立的约 其关键点在于 神在地上的子民 要一心一意的实行神的话 也就是神在约中所规定的内容 这约中的内容 要人去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 而且不可以在某些方面有偏废 有取舍 乃是要遵守他的诫命 法度 律例 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 在当时浩大的场面中 经文中说 众民都服从这约 我们得肯定 约西亚王在立约过程中 一定是极为忠诚的 但与他在一起的会众 心中 生命中和灵力 真正向神委身的程度 那就不好说了 但总而言之 神是检查人心的神 神知道约西亚向着他忠心 于是约西亚王做这一切 虽然实际上在历史上的果效 可能很有限 但是神都悦纳 神也都纪念 我们同时也相信 正是因为约西亚向着神忠心的缘故 神就将那临到南国犹大的掳掠 延迟了不短的时间 因此我们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所看见的 是约西亚王所发动的621大革新的第一个步骤 紧接着第二段比较长 从第四节到第28节 约西亚王在全国上下 彻底清除异教偶像的影响 当我们看到约西亚王在推动 彻底的清除异教的行动时 经文记载的越详细 我们也就能看到改革工作的彻底性 同时也可以看见 在约西亚王没有进行宗教的改革之前 整个的南国犹大 因着马拿西和亚门的败坏 已经在信仰和道德方面的败坏程度 因着这些细节的纰漏 我们也就更加能够明白 为什么天上的耶和华神 对南国犹大的君王和百姓 那么的证悟 我们在读第四节一直到第28节时 要特别注意 第四节到第14节 约西亚王清除异教影响的工作 是在耶路撒冷 南国犹大范围内所展开的 而从15节到第20节 他改革的工作 甚至波及到从前 北国以色列所统治的地方 当然 当他进行清理时 北国的政权已经不复存在 而当时的亚述帝国 也在日渐衰落 所以根本顾忌不到 约西亚王所做的一切 所以在约西亚王的做法中 不自觉当中 就应验了300多年以前的 来自于南国犹大的 一位神人的预言 大家可以去参考 《猎王记》上的第13章 我们接着先来看一下 第4节到第14节的 约西亚王在耶路撒冷所做的 清除偶像和异教影响的工作 这一部分经文描述的细节 非常详细 像第4节所讲的 就是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 和副祭司 以及把门的 将那为巴黎和亚舍拉 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 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 在耶路撒冷外 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 把灰拿到伯特利去 这是第一样 第二件事 从前 犹大猎王所立 拜偶像的祭司 他们是在犹大成义的秋潭 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 现在王废去了他们的职能 并且又废去了 向巴黎和日月行星 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 经文中提到 将这些异教的神职员的工作废去 这就等于 一切在向耶和华神 敬拜以外的宗教活动 通通被废止 第三件 这是第六节所说的 又从耶和华殿里 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 吉伦西边焚烧 打碎成灰 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 我们知道亚舍拉 原来是巴黎宗教当中的一个偶像 亚舍拉被认为是一个女神 他后来被犹大人放在耶和华的殿里 圣经学者告诉我们 犹大人认为 亚舍拉是耶和华神的妻子 所以圣经的经文 就习惯于将亚舍拉这一木偶 称之为惹动忌邪的 大家可以参考 以西节书第八章第五节 亚舍拉的偶像 通常被放在祭坛门的北边 第四件事是第七节所讲的 于西亚又命人 拆毁了耶和华殿里 鸾同的屋子 这屋子就是 妇女为亚舍拉偶像 织杖子的屋子 一般被认为 这一屋子是非常非常污秽的 因为当时殿中的鸾同 是专门与敬拜者发生隐形的 所以是极其污秽的所在 第五件所做的事 是第八节第九节所讲的 从犹大的成义带众祭司来 污秽祭司烧香的秋坛 从加巴直到别士巴 又拆毁城门旁的秋坛 这秋坛是在意在约书亚门前 进长门的左边 但是秋坛的祭司 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 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教饼 第八节第九节是需要做一点解释的 这里所讲的是 是约西亚废除了犹大秋坛的异教祭司 这尤其显示了 约西亚进行信仰改革的彻底性 我们在之前提到过 秋坛本身不见得一定是 给异教的神做敬拜用的 犹大百姓在很多秋坛上 也是献祭给耶和华 但问题是 当道德和信仰在衰弱时期 秋坛立即就会被律用为 是像异教的假神和偶像 烧香和献祭的所在 所以秋坛是最不纯粹的地方 可能人们会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但在很多不被监管的情况下 秋坛的祭司也会向巴黎 太阳 月亮 或行星献祭 所以为了信仰的纯粹性 也为了圣殿在以色列人生命当中的重要地位 考验以色列王中心度的 就在于他们对待耶路撒冷圣殿和秋坛的态度 从神的角度 自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建立以后 神便期望所有的以色列君王都要向圣殿来中心 因为那里有耶和华神的约贵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犹大历史上有很多好王 但有些好王却没有除去秋坛 因为秋坛是最容易让人的信仰产生掺杂的地方 为了规划和管理 从前服侍秋坛的祭司们 王命令将那些祭司们带进耶路撒冷 但由于他们可能有过不光彩的历史 所以不会安排他们在圣殿当中服侍 而是有计划的把他们养起来 这些秋坛的祭司们依然可以享受人民对他们的供应 也就是经文所说的 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教饼 第九节 约西亚王所做的第六件事 是第十节所说的 又误会了新嫩子谷的托菲特 托菲特被认为并不是一个地点 而是在新嫩子谷那里有一个大大的火炉 当犹大国在败坏的年月里 君王和百姓在那个火炉那里 向亚门人的神摩洛 献自己的儿女为祭 这是极其极其让耶和华神证悟的 第七件所做的事 是又将犹大猎王在耶和华殿门旁 太监拿丹米勒靠近游郎的屋子 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 且用火焚烧日车 这是第十一节的经文所讲的 约西亚王所做的第八件事 是十二节中说 犹大猎王在亚哈斯楼顶上 所住的坛和马拿西 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住的坛 王都拆毁打碎了 就把灰倒在吉伦西中 第九件所做的事 是十三节 约西亚王将从前以色列王索罗门 在耶路撒冷前 斜辟山右边 为西顿人可证的神亚斯塔路 摩亚人可证的神基墨 亚门人可证的神米勒公 所住的秋坛都污秽了 这里所讲的斜辟山 就是指所罗门从前建造外邦神庙宇的 橄榄山的南边 大家可以参考 列王纪上十一章的五节到七节 约西亚还叫人打碎柱像 砍下木偶 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 以上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所讲的 是约西亚王在耶路撒冷所进行的清理的工作 接着从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 他的改革的工作 也推广到以色列的北方 也就是从前 北国以色列所统治的土地上 从经文的描述当中可以看见 他主要工作的范围是在撒玛利亚 其中以伯特利为中心 因为伯特利在北国的历史上 向来都是敬拜偶像的中心 我们看到约西亚在伯特利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十五节所说的 他将伯特利的坛 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尼巴的儿子耶路伯安所住的那坛 都拆毁焚烧 打碎成灰 并焚烧了亚舍拉 十六节讲 约西亚如何污秽耶路伯安的坛 经文说 约西亚回头 看见山上的坟墓 就打发人 将坟墓里的骇骨取出来 烧在坛上 污秽了坛 正如从前 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 我们在读到猎王纪上 第十三章时 大家记得 今晚上记载一个神人 向耶路伯安说语言 有一日 一个南国犹大的君王 约西亚 会毁掉 伯特利拜金牛毒的坛 而且还会将 侍奉金牛毒的祭祀的骨灰 洒在其上 使其被污秽 永远不能再用 猎王纪上 十三章的一节到三节 在这里 经文的细节告诉我们 约西亚只是拆毁了 耶路伯安的坛 并将整个坛污秽 但并没有提到 北国的人 长时间所供奉 敬拜的金牛毒 有些学者帮我们猜想 这个金牛毒 以及在淡的金牛毒 可能是在北国 被亚述人征服 国家沦亡之时 被掳到亚述去了 但总而言之 十五节十六节的经文 令人敬畏 因为在三百多年以前 神借着神人所宣告的话 如今一一都被应验 所以这正是 印证了一个事实 那便是由神而来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就连天地都会被废去 但是神的话 必然应验 不会改变 十七节和十八节 圣经的经文 有意的告诉我们 一个故事情节 经文说 约西亚问说 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 那城里的人回答说 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 欲先说王 现在向伯特利潭所行的事 这就是他的墓碑 这就是他的墓碑 约西亚说 由他吧 不要挪移他的骇骨 他们就不动他的骇骨 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 那先知的骇骨 这两节圣经 令我们回想起 《猎王记》上十三章 所记载的 神人和那欺哄他的 老先知的故事 神人的骇骨 一直埋在那里 墓碑也一直存在 都在无声地诉说一件事 那便是 临到耶路波安的审判 必然来到 经文中提到 撒玛利亚来 那先知的骇骨 这里撒玛利亚的意思 是指从前的北国 因为那个 哄骗神人的老先知 是从伯特利来 当时撒玛利亚城 还没有被建造 十九节和二十节 进一步地告诉我们 约西亚在从前 北国以色列统治的地方 所进行的信仰改革 一样的彻底 他将从前 以色列诸王 在撒玛利亚的 城邑建筑 秋潭的殿 都一一废去 就如同 他在伯特利 所行的一样 他在北国的土地上 另外做的一件事 是将那些 在秋潭上的祭司 都杀在潭上 并在潭上 烧人的骨头 做完清洁的工作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我们注意到 第八节 第九节的经文 提到 约西亚 对待那些 从犹大诸城一来的 侍奉秋潭的祭司 是让他们集中 住在耶路撒冷 不可在圣殿里服事 但是却可以接受 人民的供养 可是撒玛利亚的祭司们 却都被杀在潭上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的原因是 这些在撒玛利亚 服侍秋潭的祭司 根本都不是立位人 甚至连普通的 从前的以色列人都不是 他们不过是 在主前722年 亚述灭了北国以后 从外邦的国家而来的 专门侍奉 假神和偶像的 异教神职人员 所以约西亚区别对待 是合乎圣经真理的 在第二大段中 约西亚所做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改革 就是吩咐以色列百姓 严守玉岳节 这就是从21节 到23节所说的 在我们今天看来 玉岳节 不过是古代以色列人 每一年很平常的 一个信仰节日 但其实不然 约西亚王带着 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在神的面前守玉岳节 得到了圣经的作者们 非常高的评价 第二十二节说 自从世事治理 以色列人 和以色列王 犹大王的时候 直到如今 实在没有 守这样的 玉岳节 这里的意思是讲 自从世事时代开始 到如今 以色列人 无论在北国或南国 都未曾像 约西亚这样 严格遵循 律法的规定 守玉岳节 按照历代之下 三十五章的记载 当时约西亚 在守玉岳节的时候 所有献祭的祭生 完全由历位人来宰杀 所以约西亚王 对神律法中 律力和规条的细节的遵守 都一丝不苟 因此得到神和先知们的 大大的夸赞 所以二十三节说 那么长的历史中 只有约西亚王 十八年 在耶路撒冷 向耶和华守着玉岳节 最符合律法的要求 二十四节提到了 当时在约西亚治理之下的 犹大国 异教和假神的信仰 被铲除的程度 经文说 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 所有交诡的 行巫术的 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 并一切可赠之物 约西亚尽都除掉 成就了祭司 希勒家 在耶和华殿里 所得 律法书上 所写的话 从这节圣经当中 可以看见 从前 约西亚王的主妇 马拿西 所留下的罪 都被约西亚 一一清除 像二十一章 第六节 经文就说 马拿西曾经 使他的儿子惊火 又观照 用法术 立交诡的 和行巫术的 多行 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惹动 他的怒气 现如今 这一切的邪恶 都被 马拿西的 孙子 约西亚 尽都清除 因此 在二十五节 当中 圣经 给了 约西亚 最公正的评价 由于 二十五节 经文的说法 让我们最终 会有一个 困难的判断 那就是 究竟在 西西加王和 约西亚之间 究竟他们当中 哪一个是最好的 我们曾说 西西加王是最好的 但是读到了 第二十五节 我们又会觉得 弄不好可能是 约西亚王是最好的 因为这里经文说 在约西亚以前 没有王向他 尽心尽性 尽力的 归向耶和华 遵行摩西的 一切律法 在他以后 也没有兴起 一个王 向他 按照这节经文的评价 他实在是实践了 生命记所写的 大家可以看 生命记六章五节 他乃是严格的 按照律法所规定的 不单单敬畏神 顺从神 还尽心尽性尽力的 爱耶和华 所以圣经说 在他以前和在他以后 没有一个王 像他的 他乃是 最为理想的一个君王 类似这样的战域 也曾经被夹在 西西加王的身上 大家可以参考 列王纪下十八章 第五节 从总的角度上来讲 我们的确可以看出 约西亚王 是一位理想的君王 因为在国家的政策上 他坚定的遵守 摩西的律法 而且若是把他 跟西西加王 比较一下 那在对待 南国犹大 未来的结局方面 西西加王 表现的比较自私 比如 当以赛亚责备他 不应该 将自己国家的财富 给巴比伦的使者们看 因为有一天 这些财富 都会被仇敌掳去 但是西西加王 却表示 只要这一切 不发生在 他统治的年间 那就好了 我们说过 这显得很自私 但我们看见 当护勒达 欲言约西亚 会平平安安的 归到列祖的坟墓 约西亚从来没有为此 沾沾自喜 所以 若是总的概括 约西亚王的一生 他没有放过一件 重大的罪 可以说 约西亚王一生的记录 非常的清白 我们若是对他的要求 严格一些 只能说 有一件事情 令我们遗憾 他没有能培养出 好的儿子们 以至于这些儿子们 可以成为犹大历史上 好的君王 我们今天同时也要注意到 尽管圣经 已经说了 约西亚的善行 和所有得蒙神喜悦的地方 26节27节 仍然告诉我们了 神的态度 那便是 神没有因着约西亚 而改变 对耶路撒冷 和犹大 审判的决定 约西亚王的善行 能够使审判 延缓来到 但却不能终极性的 避免他 经文提到了一个原因 是因 马拿西诸事惹动他 所以这节的经文 就与护勒大 论到南国犹大 和约西亚王的一样 由于马拿西王的罪恶滔天 南国犹大被掳掠的结局 已经不可改变 在22章中 呼勒大成说 我必照犹大王所读 那书上的一切话 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 本章的27节说 耶和华说 我必将犹大人 从我面前赶出 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 我必弃掉 我从前所选择的 这场耶路撒冷 和我说 立我名的殿 所以这一切都在证实 马拿西在执政时 半个世纪的堕落影响 已经将整个的国家 带进了不可改变的结局 即便是约西亚王所做的一切 也不能使神 审判犹大的心意 和决定扭转 犹大国将要去吃 因自己犯罪 作恶离弃神 所揭出的苦果 好的弟兄姐妹 今天 《猎王记下》第23章 我们就讲到第二段 我们会将 29节之后的经文 并到第24章 大家今天在读本章的 第一节到第28节时 请细心的注意 约西亚王所做的 三个重要的方面 那就是 一 他带着犹大国民 在神的面前立约 二 他在南国 包括北国 从前所统治的地方 全面彻底的清除 异教和偶像的影响 三 他带领整个的国民 在神的面前 严守预约节 好的弟兄姐妹们 愿我们每一天 都带着喜乐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主面前 我们真是愿意 在如今这个世代 神能兴起 更多像约西亚的人 能够尽心尽性 尽力的归向耶和华 爱我们的主 并且全心全力的 在圣灵的帮助之下 遵守神 在圣经上给我们的话 若我们的生命能够如此 神就必会 像喜悦约西亚那样 喜悦我们 但愿你和我今天 都能专心的倚靠他 敬畏他 并热爱他 爱你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